大家好,又到我們GameplayHK 這隻是鋼蛋大亂鬥 不好意思,我叫它做高達大亂鬥 它裡面是有些劇情 我已經玩了一些,現在就試試玩EZ高達的劇情 給大家看看 很貴,要3.5行動力 我選擇我上次抽了那些人物 你就可以回顧劇情一開始 就是加尾柔,偷格,Matu 有一位少年與新鋼蛋相遇 即是加尾柔遇到Matu的高達 這就是瑪莎,古華多羅 現在瑪莎就在甕缸裡面 甕缸就是主要針對泰坦斯的組織 因為泰坦斯越來越惡 聯邦軍 泰坦斯是聯邦軍裡面其中一個組織 簡直就是熊瑞星 他的對白實在說得這麼明顯 現在第一波就是對著吉姆仔 但是很搞笑 也是很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除了對白之外 整個戰鬥場面跟故事完全沒有關係 左邊是我那五個人物 現在贏了第一波,去第二波 第二波看到一格Matu 加尾柔有對白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加尾柔在哪裡 寶拉道又說說話 他說有一個人操控著Matu就很厲害 但是整個戰鬥畫面完全沒有加尾柔開Matu這個機體出現 故事應該是說加尾柔拿著Matu離開殖民衛星 但是左邊的人是我原本那批 組卡組的人 我把加尾柔放在RX782 因為加尾柔有片的加成 我把加尾柔有幾零禮 只剩下一隻Matu 現在我正在打就是泰坦斯中的Matu 寶拉道又說有一個人好像阿寶 但是整個戰鬥畫面根本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做得很差 只有對白有一點關於故事 大家明明我說什麼代入不到 你起碼加上幫手機體 關於故事 起碼整個監柔坐著Matu走出來打量場 打量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有廠商的人看了這條影片 如果有的話 立即做一個更新 改一改 感覺有點差 三星 跟各位再打一場 看看對白也好 不要緊 我又去用這一組,這一組卡片是上次抽回來的 這一集比較慘,這一集就是 今天媽媽被人拿來做人質 打算拿她媽媽來換回M2 如果有些動畫眼罩也好,讓大家代入一下 愛馬 其實愛馬最後就是離開了泰坦斯去岸桿 那現在究竟M2給不給泰坦斯呢 其實就是沒有給,還要把它噴成白色,變成岸桿的顏色 因為泰坦斯是藍黑色 因為泰坦斯現在一直都被人說她是很殘酷的 對待治護的魚檔 所以才會有甕肛的組織出現去反對她 認得出嗎? 慘了,認到了 她媽媽在膠囊裡面 但是整個戰鬥畫面又是沒有關係 你覺得怎樣看呢? 我看看 一開始就對著這些chip的吉武仔 又不會送監柄來上戰場 開兩槍 這些吉武還要是無名士去拿 之後就有珍妮 珍妮坐著 珍妮 最壞的是我現在抽不到2Z高達 為什麼我上次的11年抽這麼黑 這段影片我應該可以儲多一次11年抽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是否有這麼黑,還是沒有三星 這個遊戲這樣對待我 我很想要做2Z Gundam 有些人想我叫他做Zetta Gundam 隨便吧,我叫慣了2Z 叫他做2Z 很好 不要緊 人家說正統叫Zetta 好聽一點 還有人叫我 叫布拉道叫他做林友德 好聽一點 打完了嗎 打完了嗎 很輕鬆 玩這樣的遊戲就是 開頭幾關很簡單 之後就迫你課金,要難一點 爆了一個專利 但其實最後家裡的媽媽也是死了 好可憐 還是說一句,欠一點東西 這個戰鬥場面如果再配合更多故事就好很多 每天任務的會有鑽石獎 雖然有三顆電,都要來玩一下 好了 努力了一段小時間,就夠了 讓大家看看現在我現時的機體 我有現在這一版 還有一隻龜白 不要看了 就是這樣 暫時這個遊戲的機體不算多 你看一下 現在 這裡就是他 有四版,我還沒得到的 即使我 抽很多次抽到盡量 都是這幾堆 這一堆的機體 看不到我喜歡的New Gundam 還有High New 還有EXX都沒有 為什麼這樣呢 還是沒有放在這裡呢 是隱藏機 不要緊 抽一抽 11連抽 100顆鑽石 大家,給我一點幸運 平時我都很好人 有買一下旗 差點想上街附下婆婆過馬路 行不行 三星 有人說 閃的機體出來 如果是金色就代表三星 有沒有呢 金色 不是 黑色 一隻 兩隻 成功 只有兩隻 一隻 都好 比上次好 神狠高達 這些怪物 我不要 可不可以送給你 我上次抽了兩隻 第三隻 你抽到 巨劍 兩隻 三星 有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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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星我有 不要給我 怎麼 不是多好 我可以用來升升升到四星 給我10個設計圖 三目高達 三星 原來就是你 蛤 我抽到兩隻三星 代表 決鬥高達 有兩隻 送給我 現在我們再看看 為何不抽2隻 Gundam 我都喜歡2隻高達 有1,2,3,4,5 5隻 是新的 11隻裡面有6隻 是足夠的 有2隻 三星 只有1隻 我看看可不可以合成 其他變成三星 我的決鬥高達 就足夠20個碎片 可以升升 這個 它是萬能型的 即是跟RX782一樣 應該都好用的 哇,我的陣容有三隻三星機體 玩這些遊戲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的機體 大家都知道我Elly 就是喜歡UC年代機體 所以 所以 我現在暫時所有 有三星的機體 都不是UC年代 哈哈 這樣對我呢 還是我給阿俊 阿俊玩 因為他喜歡 Wing Gundam 我有三星Wing Gundam 其實我正在到他玩 他好像說快去玩 現在馬三妹妹 就叫我去競技場玩一下 聽你話 我排名49, 我打個41 那我換一些三星出來 我還沒升他們的等級 另外 Mk2不出來了 三星 沙漠和決鬥 這個不是即時PVP 那就是 另外玩家是用電腦控制他 前鋒和我一樣 我換一隻Wing上去 危險 因為我 新的兩隻還沒升他等級 一隻波三件 好 又很爽 我喜歡 R78這個流星鎚 那我有物特斯可以幫大家補血 所以 我可以 有時候 可以把人在後面補一補血 死了一隻 我也死了一隻 他死了兩隻 他死了 哎呀 哎呀 那個流星鎚 因為我教了Auto 有時候我會懶得教Auto 因為你看到必贏 所以就不想浪費精神 打遊戲就是這樣 今天打到最後一場 競技場 這條影片完結 打個排名31,167 他戰力高了一點 正常人操控會比電腦聰明 所以我戰力低 都應該不怕 暫時我還是試玩 這些影片 遲些我有機會 可能再作詳細介紹 讓我多抽一些厲害的機體 只要我不太黑 就可以了 我將來分析一下戰術 或者哪一隻好用等等 或者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 給我的意見 留下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BOSS一件 他放很多在前面 我用RX2的流星鎚 很開心 這個是CAM一件 十字斬 唉唷 我那些太低級了 我還沒升 因為 我想留來 看看我遲些 會有我再喜歡一點的三星 可以升 我很會睡 不喜歡的 就算三星也不太會升 現在三鬥二 嘩!很弱 這些招數這麼少 看看我那個 高達 普通技都可以有200多招數 流星鎚再波 四百多 完成 最後竟然是密達斯斬 這集就到這裡 我繼續努力再玩一會 還有要努力儲這個鑽石 希望大家有一起玩 留言給我們討論一下 這遊戲有什麼心得 還有不要再叫背部做林友德 謝謝各位 雖然很好笑 我們下集再見 希望阿俊和我一起玩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